老花姨每日一答 回答一下出门的养问题 你看第一个出门上来就问 老花姨你看看我米兰怎么了 你的米兰没什么事 现在就是养的多瘦少少 有一点瘦弱 你只要光照给足 你就该适当的给肥 很多的花肉对这个肥料 还是理解不了 肥料跟人吃饭是一个道理 一口吃不成胖子 对吧 你要日积月累的 植物是一个月吃三顿饭 而人是一日三餐 植物是一月三餐 你得坚持吃 明白了吗 话说我用什么肥料 你可以找老花姨加客服 有那种通用型的肥料 用上就行 下个周朴说 你看那个桂花还有救吗 这只花掉花包怎么办 桂花是嘎了 桂花是很难救回来的 这只花掉花包 这两个花都是洗洋的 你别听卖家跟你说 不晒太阳 你别听他那套 这两个花都要晒太阳的 你可能刚收到的时候 先别暴晒 该给光照给光照 别暴晒先 慢慢地逐渐地让它暴晒 接受全日照 他不怕晒 明白了吗 可能路途折水了 暂时不让你暴晒 日后尽量多给光照 你像在这个屋里边 你想养好这两个 你叫老花姨 老花姨也办不了 明白了吗 跟我大舅子一样 你找他办什么事 他就要这个 我一说我没这个 很难办 明白了吗 像这我说 香水柠檬 还洗根换土呢 你左边这个 不出意外的话 是龙血素吧 已经嘎了 你这个香水柠檬 你还洗根换土干什么 现在就是两个好像都成那个金箍棒 我看不到上面的灌符 我看不到叶子 如果说上面有叶子的话 就不用着急 左边反正那个龙血素是嘎了 右边这个的话 我看它下面冒了一个小水汁上来 那你就专心的养那个小苗苗吧 好吧 别的没什么 下个丑宝说 港匹的老扁娃 昙花又不怕晒了 这个昙花 昙花你别暴晒啊丑宝 你这个蓝雪花的喜欢暴晒 这个昙花呢 就要减半 日照就要减半 就卖两汪 你比方说蓝眼花呢 能接受100时的光照 而昙花呢 三五十分就行 明白了吗 下个丑宝说 掉叶掉花包 水多还缺酸 我有一个专门的茶花视频 你们翻去看吧 这个茶花一个字半个字 给你刀都不明白 好吧 别的没什么了 觉得不错 就得点个关注啊 没事的时候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养花的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整一 白了车房